哈囉大家好,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我是刺狐 遊戲中的角色由於有自己實際操作的緣故 很容易讓玩家對特定的角色產生喜好 尤其是遊戲主角特別明顯 畢竟主角是跟著玩家們一起經歷了整趟旅程嘛 不過有時候透過主角的視角看到配角的行為 也確實會讓玩家記憶猶新 然而如果一個遊戲角色它本身已經存在很久了 並且有大家都熟悉的性格 但突然之間被遊戲公司大改 那麼你能夠接受嗎? 即將要發售的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 在國外的社群就引起了很大的討論 另外被改編成電視劇的人中之龍 也因為類似的問題引起了爭議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些角色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 這款遊戲在設計上是把原本已經推出過的 索尼克世代進行重置 並且加入了全新的篇章《夏特世代》 兩者綁在一起之後推出的一款遊戲 而這次我們的重點就是要看到索尼克的部分上 現在的遊戲產業當中 索尼克的熱門程度相較於過去比較低 但在曾經 索尼克是相當知名與高人氣的遊戲角色 當年包含有動畫與漫畫等等的相關作品 除了主角索尼克之外 其餘的角色也都有一定的人氣喔 而這次引起爭議的 就是自稱索尼克女朋友的艾蜜羅斯 這個角色不論在遊戲、動畫、漫畫當中都有出現 並且過去他整體的形象 就是當時日式動漫當中會有的青春少女戀愛寫照 在性格的呈現上 他勇敢的表達自己追求索尼克 並且會為此做出各種行為 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吸引索尼克的注意 同時不斷的表達他對索尼克的愛 根據每個玩家看待這個角色的觀點不同 或許對他會有不同的想法 在當時就有媒體認為這個角色很煩 實際上也因為索尼克這個IP 當年主要的受眾目標是青少年 也因此會把索尼克做成酷酷的形象 他對於感情也就不會有太大的反應 這就會顯得艾蜜的努力 反而造成困擾了 但也有不少人認為 這就是很不錯的青春寫照 也因此艾蜜在日本的票選當中 也有著不低的人氣唷 然而這次的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 就有國外的網友發現 那個屬於他代表青春少女最愛的艾蜜 消失了 由於遊戲本身是重製遊戲 所以並不是真的讓這個角色不見 而是直接大幅度的調整了他的性格 根據目前國外網友整理出來的消息來看 艾蜜不再主動追求索尼克了 原本因為追求而做出的一些行為 也大幅度的被調整 首先例如我艾蜜往索尼克的方向衝過去 在原版當中是索尼克用手擋住了艾蜜的臉 而在新版當中 索尼克變成手上拿著蛋糕 並且艾蜜是被蛋糕吸引的 而不是索尼克 再來艾蜜的一些大動作行為呢 例如把人打去撞樹 也被改成單純的打退了一點點喔 而最重要的情感部分喔 原本是因為愛情而追著索尼克跑 如今也被改成 單純是艾蜜的自我成長 受到了索尼克的啟發 這些調整都讓艾蜜這個角色 失去了原本的性格 國外就有網友認為喔 難道所有的戀愛關係 現在在媒體上都只能夠 有一種方式呈現了嗎? 另外也有網友認為 這種方式的戀愛 現在是不是已經不能夠接受了? 另外也有網友強調 過去的艾蜜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格 最終才會吸引到玩家 如果你把這些性格都拿掉了 那艾蜜到底還剩下什麼? 目前針對艾蜜調整的討論 在國外的社群當中相當多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什麼支持調整的言論喔 不過問題就來了 到底為什麼艾蜜需要做出這樣的調整? 實際上就有網友提到 他發現當年所謂的少女之戀 這樣的情節目前都已經消失了 或許曾經的作品 他的主要受眾是男性 也因此讓某個女性角色追著男生跑 是一個會吸引男性想要看的情節 也因此這樣的內容放到現在 已經不符合現代的社會氛圍了 所以才做出了調整 但實際的狀況是 現實中依然有勇敢追愛的女生 如果講求多元與平權 那麼會有勇敢追愛並且被拒絕的男生 同樣也會有勇敢追愛但被拒絕的女生 似乎沒有問題才對啊 而且艾蜜在過去的劇情當中 當她被抓走的時候 索尼克也跑去拯救了艾蜜 並且艾蜜吻了索尼克 相信這段劇情 對於很多當年的粉絲來說 是相當印象深刻的一幕 艾蜜或許在劇情上很煩 但我們看見她的那一吻依然能夠感到釋懷 這就是她最愛的方式 也因此有不少玩家喜歡上了這個角色 但如今自己喜歡的角色變成 不再是自己原本喜歡的樣子 真的是相當令人無奈與難過的改動 我知道講到這個變化 多少會有玩家提 這就是政治正確的清晰 實際上遊戲中在角色的服裝上 也有網友發現被調整了 原本衣服穿到翅膀以下 現在整個背都穿滿 翅膀反而從衣服上長出來 曾經細心的設計 如今為了遮蓋就變得不再重要 這點確實令人無奈 不過我目前不確定 這到底是為了審核機制所做出的妥協 還是有其他的要素 我依然會買索尼克夏特世代重啟來玩喔 但由衷的希望 艾蜜的改動只有在英文版 希望中文版還能夠還給我們一個正常的艾蜜 不過要說到最近最有爭議的角色調整 那絕對是我們的大哥 統神一馬 在之前宣布人中之龍要拍成真人電視劇之後 不曉得有多少人內心中是抱有期待的 老實說我自己當時是真的還滿期待的 日本黑社會的主題 相較於一些背景奇幻的作品來說 這種貼近現實的至少在取景上會更加容易 而原本的劇情也就很不錯了 相信改編之後也能夠有不錯的表現 但最近釋出的最新預告片 相信有不少人都跟我一樣 直接把我們的期待狠狠地丟到旁邊去 最大的原因在於 預告一開始的第一句話 由竹內良真飾演的統神一馬 直接說出了 我想成為唐島之龍 這句話本身完全不是統神一馬 有可能會說出來的話 統神一馬在性格的設計上是一個相對低調的人 並且他也不是爬上高位而努力 而是為了解決各種事情最終導致的結果 並且實際上唐島之龍這個稱號 更不是一個他追求的頭銜 而是因為他被外界所知道之後 從外界獲得的一個尊稱 這一次的預告呈現的手法 反而會讓人有一種 我想成為海賊王的莫名感 在預告發布之後 網友們也在社群當中表達了他們的不滿 包含認為這樣的做法 是在降低童神一馬的格調 另外也有人認為 當這句台詞出來之後 這就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了 完全不會讓人想要看 甚至有人質疑 導演跟編劇根本就沒有玩過原作 甚至可以說是對原作完全不了解 才會拍出這樣的東西 到底有哪個黑幫會說出這種台詞 底下的留言幾乎是一面倒著 在批評這次的預告 不過就有網友很好奇 這畢竟是SEGA旗下的作品 被改了表示他們應該有同意吧 那製作人真的能夠接受這樣的改動嗎? 就在10月19號預告發布 並且開始燒起來之後 在10月21號的時候 人中之龍系列的編劇 以及部分版本的總監督 橫山倉意先生 在他的社群上發表了他的想法 他說他在看X的時候 突然發現人中之龍被大量討論 針對預告中的那句話 他提到實際上並不是那個意思 關鍵字的含義是... 在這裡他就沒有繼續說下去了 或許接下來要講的內容 就會涉及到劇透的問題 不過就有網友追問 這句在原作當中絕對不會出現的台詞 後續會有原作粉絲也可以理解的理由嗎? 如果確定會有理由 那他會滿懷期待的等待這部電視劇的推出 而橫山倉意先生正面的回應說 會有喔! 也就是說 或許目前預告呈現出來的方式 是一種宣傳手法 是一種惡意剪輯 不過作為有玩過原作的玩家 相信各位應該都很難想像 後續的劇情到底要怎麼樣給出理由 在遊戲編劇都已經確定符合原作之後 各位會繼續對這部電視劇抱有期待嗎?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講了兩個角色被改的事件之後 我們來看一個緩和一點的新聞喔! 各位有玩卡牌遊戲的習慣嗎? 卡牌遊戲因為需要交流的緣故 都會需要去卡牌店跟其他的玩家遊玩或是交流 並且普遍的卡牌玩家都意外的對新手很友好 當遇到新玩家的時候也會很願意給予幫助 而今年在日本的卡牌店 就發生了一個神奇的事件 有網友前往卡牌店的時候 發現門口貼著警告標語 內容上是這樣的喔! 最近有自稱是新玩家的人 會主動希望其他的玩家能夠教他玩 並且藉此留下對方的聯絡方式 等到他拿到聯絡方式之後 他就會開始聯絡你 拉你姓叫 各位請務必要注意 如果真的有新玩家要幫助 請務必告知店家 讓店家來負責教他怎麼玩 而這則貼文的底下 就出現了很多真的遇到的玩家 出來現身說法 不過對於這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確實相當新鮮 台灣看到比較多的還是賣愛心筆之類的人 比較少會看到有傳教的 跑去卡牌店或是遊戲店 大家有遇過類似的事情嗎? 歡迎留言分享 《無名九死覺醒》這款遊戲 最近同樣受到大家的關注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有Sweet Baby的色彩在裡面 前兩天我們就聊到這款遊戲的IGM評分 最近值得一聊的還有它的銷量 首先在遊戲推出之後 Steam的同時在線人數就很低 最高也不超過300人 並且根據目前的數據 人數顯然在持續下降當中 如果以300人來看 那根據我去東京電玩展的經驗 這300個人說不定還有一半是媒體在測試 真實的玩家人數還要再扣一些 而目前根據第三方網站的資料來看 遊戲在銷售三天之後的Steam版本銷量 大約只有6600份 這個成績就真的相當糟糕 實際上對於玩家來說 這類的遊戲的失敗只是個過程 最終希望的結果 是遊戲公司能夠正視消費者的需求 推出一款主題不吸引人 內容同時又不好玩的遊戲 最終就真的只會獲得這樣的結果 大家對於這款遊戲的銷量 又有什麼想法呢? 以上就是最近熱門話題的一點整理喔 我真心覺得 如果有一天我很喜歡你的角色喔 為了社會氛圍而被改性格 我應該真的會油粉轉黑 各位呢?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虎 祝各位遊戲愉快 謝謝大家